正月初七,我们继续习俗,今天就最后一天了 因为七这个书,它是一个中七嘛 唯一国家号召,以前风假都是七天 春节七天,我们在吃衣,吃点乐 以前是放的初七,初七不放,现在提前一天 今天就已经开始上班了 然后,如果说每天都讲习俗,我们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 理会其中的重要性就可以了 很多东西现在人,你不停的讲,没人听 没人用这些习俗 我只是说,倡导一下很好的有些 春节七天没什么事,大家多注意,没什么不好 这些都是有来由的,都是一些好的寓意 当然它自然而然产,有多少少一点素的,都是好的 你有更重要的事,那你就忙了 如果说每一天都讲习俗的话 正月里,每一天都有 正月里,每一天都有 其他的月份,当然也很多 天上的人间,还有过去人的祭奠 在自己家里的一些生日,朋友,什么东西 在家西方的节日 那你百分之八十,每天你就在过节吧 你就什么都不要干了吧 实际上,这个节它就是一个结束的节 它对你就是一个节制,一个约束 你就要注意,你就要讲 你适当的讲究重要的,那你是个讲究的 什么都讲究 那你就太讲究了 对中国人这个办事差不多就好 你不要说过节了 这个就是放节假日 其实都很多 这个 你如果说小孩子 那寒假暑假加一起,在家结假 这个 一周 你不要看上七天 上五天课 实际上 半年都在放假 你只是感觉不到 因为快乐的时间总感觉不够 痛苦 总感觉还不过去 还不过去 人间呢 你就 这个节 本来人就要 多节制 多注意 啊 人家就是 哭龙作乐 就好 你要什么都注意 你又太累了 本来人就够累了 干嘛 这个七 凡事讲这个七 今天 啊 就最后再说说这个吃吧 今天这个 北方人就吃面条 出一饺子 出二面 出三 大冰雪 鸡蛋 什么 我也记不清 然后 北方人都吃饺子 今天也不吃 关于这个饺子 还是 它的 汽油 好几个 其中一个 我们结合 硬酒 前面说 女娃造人 本来应该今天讲 比较随性 嗯 这个 他造人的时候啊 捏人的时候 这个耳朵 一掉 动不动就掉 你想 你捏个香蜜泥 是不是 然后他就拿个馅拴上 哎 拴上嘴一记 就叫胶子 就像这个 说错了 像这个 饺子那样 这个馅包上 有一个事 然后 呃 叫北方吃面条 这个也不是面条 我拴着老孩的腿 不让我跑 这个 很能让人 更更长 说我的 你 很香 吃什么补什么 这个 还是 有的一说 就终于也讲 像 吃对的七宝羹 切入蔬菜 前面一轮吃肉 吃脚 简单换了